女人看到卧床不起的母亲站了起来,高兴地去打招呼,结果发现床上还躺着一个母亲,正惊恐地摇零,而站着的人表情诡异地缓缓转过了身。 女人被吓醒,这时母亲的房间传来了摇零声,她过去查看谁知母亲真的站起来了,刚要碰到母亲肩膀的时候,她转身看了一眼床上,没看到人才确定这是真的是母亲。 再一转身,母亲张大嘴巴倒在了地上,她叫来父亲帮忙查看母亲的情况,却得知母亲已经没了呼吸,几人伤心欲绝,挑了个黄道吉日将她好好安葬了。 母亲本来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手,可后来生病一直卧床不起,做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摇零来呼唤孩子们,家里没了收入来源,生活过得十分窘迫,时间长了大家也不想再照顾母亲, 毕竟酒病床前无孝子。 一天珍妮听见母亲的摇零声,她上来照顾,结果母亲不停地摇在楼上,惊恐地看着上来。 珍妮抓住了她的手,也朝那个方向看去,可什么都没有看到,母亲晕了过去,珍妮只是简单地帮她整理了被子,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只有老二最心疼母亲,为了给母亲治病,她辍学打工,还把摩托车卖了补贴家用,不论回来的多晚,她都会去看一眼母亲,跟她说说话。 这一天,她坐在床边帮母亲梳头,突然发现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了,窗户被风吹开,她跑去关上,结果转身看到了母亲惊恐的表情。 她以为母亲在意头发的事情,还答应给她找治疗方法。 晚上,珍妮路过母亲房间,不小心听到父亲在里面说话,她让母亲放过孩子们,可珍妮离得太远,没听见这句话。 母亲死后,父亲告诉大家她要出去工作了,否则他们连住的地方都会被法院给收走。 父亲走的第一天,老二听见母亲房间里传来了摇铃声,她觉得很诡异,打开门后,看见母亲生的摇铃飘在空中,自己摇晃, 吓得她跑进了房间蒙住了头。 第二天,奶奶来了,她担心这些孩子照顾不好自己,所以来帮忙。 但今夜,老二又遇到了奇怪的事情,收音机里传来了母亲的呼唤,关上之后,床边多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嘴里还念叨着帮我梳头。 老二吓得滚到地上,那人却越走越近,他赶紧开灯一探纠情,客人却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伊恩和哥哥看到母亲的照片很害怕, 他们想扔块白布挡着,可是那布停在半空,显现出了人的轮廓。 伊恩吓得挡住双眼,两人转身就想跑,结果身后的白布也跑过来追他们。 珍妮听到动静赶紧过来看看,可白布已经变成正常模样了。 老太太坐着轮椅却站了起来,她惊恐地看着前方,还不停地摇头。 等珍妮回来之后,就看见她淹死的井里。 父亲刚出去工作,老太太就死在家里。 珍妮非常伤心,大强也自责不已,如果不是她把珍妮约出去聊天, 老太太就不会没人照顾,然后惨死在家里。 可那件事太重要了,因为她在珍妮母亲葬礼这天, 看见了一个女人,本以为是村民,结果发现并不是。 她担心珍妮家有危险,还经常从珍妮家路过。 有一次,还真让她给看见了,那个女人就在珍妮家里, 长得很像她已故的母亲。 大强觉得那人很像邪灵,珍妮听见这个话,只感到可笑, 怎么会有人那么迷信呢? 大强也不跟她多解释,只让他们赶紧搬走。 可珍妮以等父亲回家为由,坚持住在这里。 结果她刚回到家,就听见了弟弟的尖叫, 老太太不小心掉到井里死了。 办完葬礼之后,弟弟生病发烧,应该是被吓到的。 珍妮给老太太整理遗物的时候, 看见了她没来得及寄出去的信。 信上说老胡能救他们一家人的命, 于是珍妮带上大强去找她。 老胡看过信后,跟他们讲了关于珍妮母亲的事情。 她说珍妮母亲费了很长时间才怀孕, 然后就一直舍病。 奶奶认为她不是跟神明求的孩子, 而是邪灵。 珍妮不信,这种话都是迷信, 可珍妮的奶奶相信。 老胡递给珍妮一本书,上面有她写的文章, 应该能够帮到珍妮。 临走时,老胡告诉珍妮, 只要他们一家人爱着彼此, 恶魔就带不走任何人。 回到家中,弟弟已经退烧了, 但他双目无神,一直发呆, 有时还瞪大眼睛盯着依恩。 他跟依恩睡一间房, 晚上不知是在做梦还是干嘛, 手中比划着要杀掉依恩。 依恩被吓到, 他转过身背对着哥哥, 可一直感觉有人在盯着他看。 再一转身,哥哥已经站在他床边了, 但他只待了两秒就回自己床上了。 依恩睡不着,自己在家里闲逛, 突然听见有什么地方传来了敲门声。 他顺着声音找到了那扇门, 可打开之后, 外面居然站着一个鬼影, 吓得他转身就跑。 可没跑两步, 衣服就被刮住了, 身后的门缝里伸出了一双手。 依恩此刻恨不得原地消失, 眼看门就要被打开了, 结果鬼却突然跑了。 第二天, 珍妮看到依恩不在床上, 以为他失踪了, 四处寻找之后, 在家门口的箱子里发现了他。 珍妮以为他死了, 拼命地摇晃他的身体, 直到有反应了, 才松了一口气。 老二拿着珍妮从老胡家带回来的书, 他读了一遍, 然后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 上面写着, 如果一个女人怀不了孕, 那就加入一个团体, 加入之后就能够怀孕。 可是, 生下的最后一个孩子, 一旦到了七岁, 就必须献祭给恶魔。 老二仔细盘算了一下, 他们姐弟之间刚好相差六岁。 这说明, 母亲不忍心将他们交给恶魔, 所以只要孩子快到七岁, 他就会再生一个。 只是后来母亲生病, 所以生不了。 可现在, 最小的伊恩还有三天, 就要满七岁了。 男孩为了躲避行人, 慌忙掉转车头, 结果自己卷进了车子底部, 被托车致死。 家人看到他尸体的时候痛不欲生, 珍妮傻子原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突然, 他看到从大强身上掉落下来的信封。 原来, 大强之所以出去, 就是去老胡那儿拿这封信, 只是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不测。 珍妮家里经常闹鬼, 有时还会看到故事的母亲在家游荡。 珍妮吓坏了, 但事后又很愧疚, 他怪自己居然会害怕母亲的鬼魂。 老二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不认为那么可怕的人会是母亲。 自从他看过老胡的文章, 就对里面的内容深信不疑。 只要他们一家人团结在一起, 那只鬼就带不走任何人。 并且他还了解到, 参加过那个团体的女人, 生下的孩子都是团内成员的。 也就是说, 他们姐弟的父亲不是同一个人。 另一边, 弟弟眼都不眨地看着伊恩, 似乎对他有什么想法。 珍妮找来了水果刀, 结果发现, 刀子被弟弟藏在了身后。 晚上, 珍妮趴在床上休息, 风把窗户吹开了。 他走过去, 却看到死去的大墙就站在外面, 仔细一看, 却又不见了。 珍妮准备关窗, 屋外突然传来了一股力量, 讲得一直往外拽。 老二赶紧来救姐姐, 千辛万苦才挣脱开。 随后父亲回来了, 他找到了工作, 准备将大家带走。 当得知奶奶去世之后, 他很抱歉, 觉得自己不该离开他们。 可珍妮却说, 他该抱歉的不止这一件事情。 母亲过世那晚, 他说了一些话, 随后母亲才死的。 父亲说, 他只是希望孩子们活得开心, 妻子也能够解脱。 珍妮了解了, 父亲放弃了母亲, 所以母亲死了。 紧接着, 外面传来了老二的惊呼, 被锁在外面, 等父亲撞开门, 恰好看到伊恩被人拉进了水里。 他紧随其后, 好半天才把人给捞上来。 屋外突然站满了黑衣人, 他们将门上锁了, 谁料奶奶的轮椅砸了过来, 几人为了躲避, 被关进了一个房间里, 门怎么都打不开了。 客厅刮起了大风, 伊恩快要被吹跑了。 哥哥站在柱子后, 犹豫了半天才决定救他。 与此同时, 父亲那边锁上的门也自动打开了。 屋外的黑衣人 往地上撒了一些东西就离开了。 第二天, 一家人收拾好东西准备搬走, 珍妮突发奇想出去看看, 结果在地上发现了 黑衣人撒的红色颗粒。 到了晚上, 珍妮想起大强留下来的信, 打开之后, 发现里面写的推翻了上一篇的说法。 最后一个孩子被带走不是牺牲品, 而是成为恶魔的后裔。 黑衣人也不会进屋, 他们只是给恶魔的使者留记号, 让他们带走伊恩。 外面传来动静, 打开门发现站着的正是母亲, 而伊恩已经开始和使者交谈。 父亲躺在床上, 转身却看到旁边躺着一只鬼, 吓得他赶紧跑出去, 带着孩子们躲藏。 除了伊恩, 大家都在一起。 珍妮从门缝里看见伊恩带着母亲走, 父亲想把他给拉回来, 结果发现他已经走到了黑衣人的圈子里, 还招手让父亲也过去。 伊恩走后, 外面的使者越来越多, 有些还跑进了家里, 他们很快就抵挡不住了, 只好抛下伊恩, 钻进车里扬长而去。 一年后, 他们在城市里过得很好, 还有热心的邻居天天送饭。 只是珍妮不知道, 这个邻居装了一罐黑衣人洒过的红色颗粒, 送完饭后, 两个人在家里优雅地跳起了舞。 悟空闹电影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